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比起电视剧来,现在很多观众都特别比较喜欢看综艺节目 因为在综艺节目中不但可以看到很多明星参与 而且还可以展示出明星们真实的状态 如今有很多综艺都是比赛形式的 通过大家不断突破自己,最终取得成功 乘风破浪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大家对参加节目的30多位姐姐也非常关注 随着节目的进行,很多姐姐都遗憾淘汰 剩下的明星们也更加紧张,希望能够获得成团之位 王小明宣布美伊里牙三宫第一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三宫舞台已经表演完毕 而最终的第一花落谁家也受到无数网友的期待 所有姐姐表演完之后,就都回到后台等待成绩 其他姐姐的成绩公布完之后,只剩下美伊里牙和艾浪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俩之中,有一个人是第一 最终黄小明宣布美伊里牙三宫第一 全场都沸腾了,大家都为美伊里牙感到高兴 因为她在练习的时候非常刻苦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她付出了比别人翻倍的努力 将歌词记好,舞蹈动作练好,确实很不容易 镜头切到谢娜,听到美伊里牙获得第一名 很多姐姐都为她欢呼鼓掌 但镜头切到谢娜的时候 网友们都对她的表现产生了质疑 因为其他姐姐都猜测,美伊里牙可以获得第一 但谢娜却不相信,她还直言应该是艾勒第一 名次出来之后,谢娜立马紧皱眉头 撇了撇嘴,看起来不情愿的样子 或许她更希望艾勒能拿到第一名 认为美伊里牙的实力不如艾勒 但是当住这么多姐妹的面,她直接表现出不满 还是挺不应该的 网友,装都懒得装 不少网友看到之后,都直言 谢娜正是装都懒得装 一般看到姐妹得到好名次 都会为对方喝彩,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但谢娜却表现出不满意的表情 真的是连装都不装了 不得不说,谢娜的性格真的太直浪 虽说在她内心挨了更胜一筹 但这个结果,也是观众们投票选出来的 她应该欣然接受最终的这个成绩 而且美伊里牙本身也很有实力 在舞台上表演得十分精彩 不管是艾勒还是美伊里牙获得第一 她都应该为其感到开心 其实谢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 因为她个人比较欣赏艾勒 没有其他意思 当然她也很肯定美伊里牙的实力 只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她后来看到艾勒拥抱美伊里牙 也为美伊里牙鼓掌 参加综艺节目 对于明星人来说 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整个节目过程中 大家不但提升了自己的业务水平 也获得了非常深厚的友情 不管最终名次如何 大家在整个过程中都获益匪浅 这也是大家最应该看重的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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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